大家好 各位介紹下面這張商品 我們看一下車型是DRG 為各位介紹的是一組避震器 這個是GJMS的避震器 GJMS單避震系列 專門為DRG所設計製作的 中次型的後避震器 我們來看一下 針對DRG所製作 其實DRG的避震器相當不好做 在我們業界來說 沒有這麼的簡單 因為它的總長度比較短一點點 但是它的壓縮空間很小 原廠的避震器你去發現 它的壓縮的空間本來就不大了 所以你要做的比原廠好 真的有效果 但是你必須兼顧它的使用性 以及性能舒適性各方面 其實以各家的品牌來說 在製造DRG上面 不是算這麼好上手的事情 它其實避震器不是這麼好做 你要兼顧這些東西 然後又要開發的非常棒 其實我個人認為在品質的控管上面的避震器 GJMS算是數一數二的這個品牌 那在DRG的部分 我們之前也有試過 這組的避震器在各方面來說 至少在我個人認為都有一個不錯的水準在 不管是從出壓一直到中段 或是到你真的遇到比較大窟窿的整體的回饋來說 這組避震器真的還算是非常中上的 這個非常棒的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它是屬於這個油氣分離式的一個設計 那中間我們發現它筒身的部分 其實是蠻短的 因為它就像我們剛剛講到 它整個筒身大概只有這樣子 大概只有這樣子 它整體的在設計跟製造 以及裡面彈片的活塞設定上 都有相當的技術性存在 而不是說我隨便拿一支之前 FORCE S MADE直接把它裝上去就好了 事實上這樣是完全沒辦法使用 針對DRG來說 那GJMS當然可以針對你個人的客製化 來製作像你個人的體重 以及你的使用習性 然後或是你所喜愛的顏色上的搭配 那GJMS都可以在這邊為你來量身訂做 那喜歡朋友們可以參考我看 或到麥可倉庫基礎金品來做一個訂購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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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們講 謝謝大家 請ba